我們看第七題 第七題他說這個動元C 與兩定元 C1是等於多少呢 S-1 平方加Y平方等於1 C2是等於S加1 平方加Y平方等於16 求C與C1外切 C與C外切 其餘C2內切時 C的圓形軌跡方式 我們現在來看 C在2點C的話半徑是1 然後這個在10的位置 O1等於10的位置 然後另外這個的話是-10的位置 O2 -10 對吧 然後它的半徑是1 所以這裡是2 20 這是O1 O2的話呢 是4的平方 46 是4 這是1 所以在這裡 這是 1 2 3 2 所以這裡 這裡應該是30 對吧 是這樣子 對吧 然後他說現在圓C的話 跟他內切 跟他外切跟他內切 那個圓芯 構成軌跡 我們現在來看 圓芯到達O1的距離 加上圓芯到達O1的距離 是不是一個固定值啊 我們看 這個點的話 這個是1 這半徑呢 這半徑呢 是R 加1 這個半徑是4 這怎麼半徑是4 這怎麼半徑是4嘛 所以這個半徑是多少 這距離的話 Po1的距離其 假設這個半徑叫R 這4 所以這4-R 那這個呢 這多少 這固定是E嘛 這R嘛 這多少 E加R 所以你看 這個距離叫這距離 是個固定值 P O2 加上Po1 是個固定值 4-R 加1加R 消掉嘛 所以是5 所以這2A嘛 這是2A 信記 所以A的話 等於2分之5 然後這個就是C的喔 C A的話等於2分之5 C就等於1 這樣B等到 B就等於4分之25 4分之25 減1 0多少呢 2分多少呢 根號 25 減4 這是21 是這樣子 4分之25 沒問題的話呢 我們來看 A平方 分之多少呢 S平方嘛 加B平方 Y平方 A現在的 A現在是2分之5 所以是等於 2分之5的 平方的S平方 加B B是2分之跟他21的平方 不是Y平方 等於1啊 所以就變成是5分之4 25分之4 S平方 加上2是1 26是4 Y平方等於1啊 對吧 用理